桃园市议会副议长李小中载着一卡车的柳丁来到餐厅停车场 整车有将近一万两千斤的新鲜柳丁 市副议长结合爱心企业团体一起订购要送给桃园的社福团体 在耶旦节前夕送上祝福跟温暖 也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一起偷生公益 这些弱势团体因为整齐的关系 他们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景气不好的话相对人家捐助的就比较少 那我们都不少补 那也应景 那柳丁又可以放可以存放很久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应该比较有用 那这样的话也算抛砖引力 那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善心人士 也希望借这个捐赠柳丁的这个举动 那然后来带动更多的善心人士 来对于社会的关怀多捐助一些爱心出来 新鲜的柳丁现场开吃咸甜的汁水 让副议长大赞好吃 今年因花旗与大雨 柳丁减产四成 但副议长还是坚持举办关怀捐赠 受证的社福单位都说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副议长和服务团队 在常年帮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弱势团体 那这样子的爱心维持这么久实在是不容易 为了感谢我们的副议长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特别特别的 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他们 非常感恩 李小松副议长连续12年举办捐柳丁的爱心行动 帮助园林小农销售柳丁 并且将柳丁送给社会弱势 尤其今年因疫情让他们更加辛苦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人一起响应做爱心 接着来我一头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newable力